我又被人抄牌了 好 慘了 昨天吃完牛肉肝之後 第二章了 我在說 唯有無可奈何之下 就要找多一個停車場 泊車位置 那現在我就在半建村坑口邊附近 有一個露天停車場 那我現在呢 車就拍了在這個廁所的位置 為什麼會這樣呢 話說呢 這個停車場呢 主要是Service那些四輪的一些司機 那就 除了四輪之外啦 就有些巴士啦 對啦 客戶Van啦 等等的 那昨天呢 我就問了個價錢 其實都不便宜的價錢 比起其他的露天停車場呢 就貴多一倍的 真是 好慘啊 那每個月呢 又要給 銀多幾塊了 真是要 我就拍了在這個臨時廁所位 暫定就是 但是呢 就 他們答應我呢 就說呢 就會把那個電單車位呢 就 掛給我啦 那就找個合適的位置的 那現在只是臨時的 就說 因為由於我是第一個的 電單車的車主呢 就來到這裡拍車 那所以呢 就沒有想過呢 就 會突然間 會建一個電單車骨位給我的 那你又會說啦 那麼多投訴 就不要租啦 那沒辦法的 那鬼叫自己被人抄了兩次嗎 那再放久一點 又再被人抄多幾次 那錢呢 都好用的啦 夠給兩次兩個月的停車場費 那沒辦法啦 人窮啊嘛 人窮 真是馬死落地走 選一些真是 即時性解決到問題 用錢解決到問題就不是問題啦 那你說要選一些漂亮一點的 好一點的 有蓋停車場 又要排 可能再貴一點 那沒得說了 那唯有屈就一下啦 鬼叫自己窮嗎 大家都會好奇問啦 為什麼這個停車場會出現了呢 原來是有段歷史的喔 那過往呢 曾經半見村呢 是有 是不止那麼小的 半見村啦 這裏就是 而這裏呢 也是半見村的舊子 這個是新村 這個是舊村啦 那其後呢 因為呢 那些村民呢 就搬出去了市區啦 有些人可以走就走了 那便離開了香港啦 那變成了 那村呢 就廢棄了啦 就把這塊地呢 就改建成一個停車場 臨時露天停車場啦 那又是 叫做 撰筆啦 給那些村民 這個是歷史聽回來的啦 那再深入一點呢 那可能要再問一下 將軍澳的香港市專家啦 好 還有呢 不過都要說一下呢 這個地方呢 很欺負電單車的 真的 粒特地啦 還有些 一些石 一些沙粒 之類的東西 對我來說其實都幾不方便的 那希望 希望他們呢 可以就 盡快 割一個新的骨位給我 那我的電單車呢 就可以不用拍在這個廁所旁邊啦 好啦 那就報告完畢 那大家 有些什麼 心得的 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好 各位觀眾看看 來到這個 最昂貴的車場呢 露天車場 那就很多的垃圾在地下 膠瓶啊 鋁罐啊 紫皮啊 還有一些黃色的液體啊 一瓶 應該是一些小便來的 私機的小便 這樣的一攪牌 這個就是 傳說中的 張溫澳最昂貴的露天平車場 那沒辦法了 被人抄車 又要吃了這個 這樣的 環影 好 今次呢 老闆呢 就給了這棵樹底的位置 樹底的位置 讓我在這裡休息一下 到一個 暫時性的泊車位置啦 那希望不要再掉了